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念南摩妙法莲华经 南摩妙法莲华经 念了经题就想把整个经都已经念完了 当然这理上是能说得通 但是不是对全经有深入的理解 那个经题也不能全面的理解 那么刚才我们是把这个经题给大家比较详细的解说了一下 让大家知道 这个菩萨界是从这个不可思议的心性中流露出来的 作为我们成就佛道的一个基石 那么下面还要介绍一下品题 这部经它分为很多品 那我们现在要学习的就是菩萨心地品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只能简单解释了 如果详细也是恐怕一堂课也说不完 那么菩萨心地 这是属于这品的别名 品就是通名 那么这个别名当中有讲菩萨心地 这实际上也是人法来立体的 那什么是菩萨呢 梵语称为摩河菩提之地萨陀 翻译成中文叫大道心成就众生 换句话说 这个人是发了大道心的人 就是发了菩提心 要适度众生 适成佛道 所以称它叫大道心成就众生 那么一般讲 菩萨的发心是发四红誓愿 这四红誓愿 大家都很熟的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边 烦恼无尽 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那菩萨为什么会发出这四红誓愿呢 它总是有个因缘 它依什么来发的呢 就是以四地的境界来发的 苦即灭道的境界 第一就是苦地 他观一切众生很苦 常住在生死轮回 有种种的烦恼 所以菩萨 大悲心中发起 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愿 难行能行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这是以苦地的境界 发的第一个大人 第二是以极地而发的 极就是讲烦恼 烦恼无尽的境界 不仅自己的烦恼 无量无边 一切众生的烦恼 也是无量无边 它依此而发起 烦恼无尽是远断 断自己的烦恼 也断众生的烦恼 自己的烦恼 就是见识烦恼 那么断一切众生的见识烦恼 实际上就是菩萨 断自己的沉沙烦恼 看到众生很难度 就起烦恼了 这是菩萨起的烦恼 菩萨自己也没烦恼了 但是他看到众生难度 他里头还有烦恼 甚至会有退心 这就是他的沉沙烦恼 为什么叫沉沙呢 因为众生如沉四沙 无量无边 所以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 也会有这个无量无边的烦恼 那么然后第三是 以灭地的境界发起的 菩萨观佛道无上 佛成就了大涅槃 清净寂灭 就是永断烦恼的境界 所以菩萨就发起 佛道无上 誓愿成 这么个大愿 第四是一道地 道是讲这个修行的法门 无量无边 那么佛 修无量无边的法门 而成佛 实际上呢 概括起来 就是戒定会三学 如果不是以戒定会三学来修的 那不是佛道 那是魔外 魔王外道 所以我们呢 首先第一好好持戒 学什么法门 第一步都要持戒 那么自己先要选一个 契合自己根基的法门 要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断尽自己的见思烦恼 自己断尽见思烦恼之后 然后要度众生了 度众生靠一个法门不行 就要广学一切法门 法门无量誓愿学 为什么要学无量法门呢 因为要度无量的众生 众生根基不同 那不能光用一个法门度 那所以菩萨样样都得回 所以无量法门试愿学 因此这四弘试愿 就是依这个四地的境界来发起的 这种人就是菩萨 广行六度万恒 那么他所成就的结位 有很多 那么一般来讲 不讲藏教 藏教是小乘 讲通教 别教 圆教 这里头是有菩萨 天台讲四教 藏通别圆 那么通 别 圆 三教 都有菩萨位 那么像我们梵网经这里头 主要是以别教 来这个判的 那别教的菩萨 讲三贤十地 三贤位 就是十住 十行 十回向 那么梵网经是讲三十心 就是指三贤 十地 就是名都一样的 那么还有等觉菩萨 那么菩萨 最后等觉菩萨 断尽最后一品的 生相无名 就成佛了 就正的妙觉果味 那么妙觉果味之前 正在修行的 通通叫菩萨 所以菩萨 注重讲修德 前面讲梵网 是讲心性 是讲这个性德 那么菩萨 这里是讲修 注重的修行 那么修行从哪开始呢 从十中四十八倾界开始 这是讲菩萨的意义 下面讲心地 这两个字的意义 这个心 就是本经上卷 就这一品经分上下卷 上卷呢 讲三十心 十地 合起来叫心地 这心就是三十心 所谓的这个 十柱十行 十回向的心 十地 合在一起 叫心地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 这个心地合起来讲 就是指一切众生的 本源心地 也是诸佛的本源心地 这个本源心地 就是泛网的主体 就是刚才讲的心性 一切菩萨修行菩萨道 都以这个心地为根本 众生 众生跟佛 都有的 都具足的 只是佛已经误了 知道有 众生迷了 失去作用 那么这是讲的 菩萨心地 的意思 那么所以 行菩萨道 就是依这个 心地 依这个心性 来修 那么菩萨界 所谓三聚境界 舍利于界 舍善法界 饶益有情界 这三聚境界 三聚就是三大类 这三大类的界 都是依这个 本源心地 而发起的 所以 我们行菩萨道 首先受菩萨界 这三聚境界 就是菩萨道的基础 那么假如说 离开了三聚境界了 那么就失去了 菩萨的义 那么三贤 十地 这些位次 也就 没有办法立起来了 因此我们 这三聚境界 不受则已 一受 一直到成佛 都要好好的护持 而且菩萨界 它跟我们 声闻界不同 像声闻在家的 五界八界 出家的沙弥石界 比丘界 比丘尼界 这些声闻的界 它是 净行寿来寿 当我们 这个肉体死亡的时候 这界体就失去了 但是菩萨界不然 菩萨是尽未来气的 不会因为我们 色身的灭亡 而失去界体 界体是长存 而不失 直至成佛为止 换句话说 你今天来受菩萨界 在三师 坐下 发菩提心 远近观想 得了菩萨界体 这一个界体 将来一直到 你成佛 还是这个界体 所以菩萨界体 很殊胜 只要你得了界体 你好好地 护持这个界体 将来你成佛 这个界体 就是因 成佛是果 现在的三具境界 绿一界 绿一界 主要是断恶 断一切恶 基本上 声闻的界 都涉受在 绿一界当中 我们比丘界 沙弥界 这都属于绿一界 绿一界 为因 将来成佛 成就法身佛 清净法身 现在我们受的 摄善法界 就是修一切善 无善不休 将来成就佛身 得佛的报身 圆满报身 现在我们受的 这个 饶益友情界 就设生界 将来我们成佛 成就硬化身佛 所以成佛时候的 法报化三身 这个因地上 就是你受的三具境界 所以菩萨界 很殊胜 那么今生受了 以后 不是说 这个失去界体了 重受了 它指示什么呢 这个 来生我不能记忆 但是界体不能不会失去 所以它是一兽永兽 除非有两种情况 这界体就灭亡了 就失去了 哪两种情况 第一种 如果我们犯了十重界 乃至七逆罪 那么这就失去菩萨界体了 十重界 我们明天开始讲 从不杀生 到最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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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兽永兽 是中界 主要前面四重界 杀到淫妄 犯了重界的话 就失菩萨界体 那么如果犯了七逆 当然也就 失去菩萨界体了 七逆罪 在业道上更重 所谓 是父 是母 是阿罗汉 这个 破结膜 转法轮僧 还有这个 出佛身学 还有 是和尚 是阿舍利 就是 自己的老师 而且是传菩萨界的 包括传我们 声闻界的 本师 和尚 阿舍利 那么这种人 犯了逆罪 就失菩萨界体 这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 自己退失菩提心 我不想做菩萨 我只想做个治疗汉 我回归他小城 一退失菩提心 那么菩萨界体就没有 除此以外 我们的菩萨界体 永远不会灭 生生世世带着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 品 菩萨心地 这个 刚才讲了 菩萨讲了 心地 我们再特别强调一下 这个心地 是讲我们这个心地界法 那么刚才讲梵网 这里讲心地 那个意思都是一样 就讲我们的自信 讲我们的佛性 所以菩萨这个界法 叫心地界 它是帮助我们 回归我们自信 清静的一种方便 它这个菩萨界 就是依我们心性 来修的 全性起修 全修在性 这个自信 是我们修行的根本 所以全性起修 就修什么 以这个性而修 全修又在性 我们修行的方向目标 就是在回归自信 回归我们的本源 自信 清静的心地 这是讲菩萨心地 那品就是这个品 这一品就是像一卷 那么这一品 有两卷经 就是这部经的一段 那么总共来讲 这部经很长 有120卷 也有的说 一百一十二卷 他有六十二品 也有的说是六十一品 那么这个菩萨心地品 是在六十二品中的第十品 那么广本的这个经呢 没有传到我们中国 那么传到我们中国 只有这第十品 菩萨心地品 那么这一品是 九摩罗什大师翻译的 他怎么翻译的呢 他自己口诵出来的 他背诵出来的 所以你看 祖师大师的记忆力很好 重要的经都要背下来 那我们的寺院道场 要真正恢复戒法 这个半夜半夜送戒 是非常重要 无论你受什么戒 都要送戒 尤其是出家中 沙弥 要送沙弥十戒 位于路药 如果受了菩萨戒 要跟着僧众一起送 这个菩萨戒 那比丘 那我们现在一般都是三坛大戒 都要受比丘戒 和凡王菩萨戒 这两个戒本 都要把它背诵下来 要下点功夫 所以送戒是送 不是读 看着本子是读 离开本子是送 那古德的这个标准 如果你不能送戒 不能做戒魔 你是不能离开一纸和尚 就你不能够离开学戒 你要跟着你的和尚学戒 那么所以 起码我们要把下卷 菩萨心地戒 把这个戒品的下卷 十重四八倾戒 要把它背诵下来 那罗石大师 他是上下两卷都送出来的 口送出来 因为他不用带那个经本来了 古时候带经本来很不麻烦 写在背页上 白马脱经 很重很麻烦 都背下来了 那就很方便了 背下来之后 把它写下来 要把它翻译 那么这就是 给大家简单解释到 这个经题和品题 这是五重学艺 第一部分 是明 解释明题 就到此结束了 下面还有四个部分 第二 显体 这个显体 就是显明 本经的主体 也就是主持 也就是 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经的明题 所诠释的原理 意理 这是叫体 刚才世明是把这个明题解释出来了 可是明题它里头诠释一个深奥的原理是什么 还要把它点出来 让大家对本经更加的了解 那么这部经是以什么为体呢 欧伊大师给它判 以诸佛本源心地为体 诸佛本源心地为体 实际上这个诸佛本源心地 讲的是什么呢 就讲我们的心性 只不过这个词是在经本里的词 欧伊大师很善巧 直接把这个名词提出来 诸佛本源心地 其实不光是诸佛的心性 众生的心性也包括在当中 诸佛的心性跟众生的心性 无二无别 诸佛有我们众生也有一点都不缺的 都是本字具足的 只不过是诸佛已经悟了 众生还在迷 但是这个心性不因为你悟了 它就变得清净了 也不因为你迷了 它就变得染污了 所以它叫不够不静 这叫真正的平等 不二 那么讲本源心地这个地 是一种辟语 像大地能生万物 那我们的心性就能生 一切世界众生一切万法 乃至一切诸佛境界 一切菩萨果位 无意不从这个心性中流出来 那么 但是偶尔大师为什么不讲 众生本源心地为体 而说诸佛的本源心地为体 那实际上诸佛和众生无二无别 在心地上讲 就心性上讲是不二 但是偏执诸佛 就是觉悟的这一面来讲 就是引导你发起修行的心 因为这是菩萨界 劝你的修行 所以你在证得诸佛本源心地之前 你要依这个菩萨次第而修 像英诺经讲的就比较详细 实信位 实诸位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等觉妙觉 五十二个位次 依这个次第而修 最后正入诸佛本源心性 众生根本来修足的 现在真正彻底觉悟 彻底显发出来 那么 本源心地 这是从理体上讲 而 这个其他的 这些大成经都是一样 就理体而言 都是以这个心性为体 只不过说的名称有不同 像法华经 所以这个以诸法实相为体 是智者大师判 那么一切大成经都以实相为体 这基本上是一个公式 套到每一部大成经都是一样 如果他不是以这个实相为体 那就不是大成经 像阿弥陀经 你看欧一大师的要解 他也判 这个以实相为体 这个实相就是诸佛本源心性 说法不同而已 那么这是从理体而言 欧一大师这部诸解这么判 但是呢 智者大师 他也有诸解这个 法王菩萨戒本 那么他只诸解了 下卷 欧一大师这个合注是上下两卷合 都住了 上卷的古大德还真没有住 欧一大师唯一一个住了上卷 一般古德都是住下卷 菩萨戒 实重48轻的部分 那么智者大师 那么智者大师怎么判呢 他是判作以无作假色为体 换句话他讲的是戒体 可能大家这个不是那么熟悉 就研究戒体的问题 那么智者大师 那么智者大师讲 菩萨戒的戒体 叫无作假色 那么这不是从理体上讲 从戒体上讲 那么离体 本字具足 你修和不修都一样 诸佛众生 同聚的 同持具足的这个离体 但是戒体不一样 戒体是你受了戒才有 没有受戒就没有 他从修德的方面来讲 一个是性德 一个是修德 这不一样 那因为智者大师所注解的是 下卷的菩萨戒 所以着重在修德 所以判以无作假色的戒体为体 因为是戒本 但是偶一大师是把他当成精来注 所以直接判为 以诸佛本源心地为理体 也就是以实相为体 是有这么个不同 实际上性修不二 性德和修德也是不二 从性德起修德 所修的就是性 所以实际上可以汇通的 那么刚才提到那个戒体 这里也稍微讲一讲 另外戒体呢 对于我们学际的人 对于实际的人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南三律中 我们的初祖道宣律师 他在南三三大部里面 就给我们提出这个理论 讲戒分成四个内涵 所谓戒体 第一是戒法 第二是戒体 第三是戒形 第四是戒相 法体形象 戒法就是这个滤藏里面讲的这些法 戒本 菩萨戒本 这都是法 由为佛一人能治 菩萨都不能治戒 不像经 经可以五种人说 但是戒只能佛一人说 所以戒是比经来讲更为高贵 那我们只是要更尊重戒法 那么戒法 如果我们不依法受戒 就不能纳受戒法成为自己的戒体 所以必须要有受戒 才能得戒体 那怎么得戒体呢 这个智者大师讲的无作假设 是戒体 什么叫无作 就没有造作 叫无作 什么意思呢 就讲 一做之后不用再做 这个戒体 一直到未来 都能够任运的防飞止恶 所以称为无作 所以通常我们称为无作戒体 就这个意思 那什么叫做 做就是受戒的时候 我们登台 这个礼拜 比如说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 礼拜三师 礼拜先 礼拜这个 我们讲的三师是 和尚是释迦牟尼佛 杰摩阿舍利是文殊菩萨 教书阿舍利是弥勒菩萨 当然我们现在受戒还有人 三个人三师 也是 他是教戒法师 我们不是依这个人受戒 我们是依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的和尚 从那里受戒 所以菩萨戒可以自施受戒 当我们没有教戒师的时候 可以在佛前自施受 但是《翻网经》至要拜 好相 就是你忏悔拜得好相 才能够自施受戒 才能得戒体 那么如果有教戒师 这个教戒师他得了菩萨戒的 那就不需要见好相 就可以直接受戒 那么我们在灯寒受戒的时候 通过在三师边做 这个单白三节膜受菩萨戒 第一白 通常戒师都会引导我们观想 圆静 发心 观想 圆十方 世界 十法界 一切有情无情的众生 我们就观想 十法界的善法的震动起来了 变成这个五彩的功德相云 燃燃的永生虚空 观想这样的一个意境 第一番结膜 第二番结膜 这是十方法界善法 这时候也是圆静发心 发起这个事断一切恶 事修一些善 适度一切众生的菩提心 然后用观想来加强这个菩提心的力度 就是那个善种子的力量 那么在观想的当下 十方法界 这些祥云 现在都已经升到虚空了 在头顶上如云如盖 第二番结膜 到第三番结膜 这个云彩都形成漏斗状 缓缓从我们头顶 注入我们的身心 充满我们的震报 你看这样的造作 有申 有口 有义 三页的造作 申 礼拜 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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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称 称名 其实有这个仪轨 你要去讲的 意要观想 要专注在你受戒的当下 这个境界 不能打妄想 打妄想就很难得戒体 所以这个得戒教育很重要 你没有这个得戒教育的话 你就白受 随随便便 妈妈糊糊登坛 完成个仪式 发个戒谍给你 那形式上而已 没有真正得戒体 就没有戒体的功德 包括比丘戒 沙弥戒都如此 乃至于居士的五戒 八戒 都是这样 那么菩萨戒就是三百 就是这个三截膜 完成之后 就是你这个造作 身口一造作完成 当下做戒体成就 做戒体就是你在造作的时候 这个善种子 阿拉野时的善种子 这个为时 大家都有学过点了 就是我们讲八时 八时田 第八时阿拉野时 我们所有的造作都留下种子 就像印象 留下印象 这个种子将来预言会发芽 结果就有果报 那我们造作就是纯善的种子 在造作的时候叫做戒体 做戒体就是阿拉野时的种子 好了 做完了怎么办呢 做完不是说 就没有了 这个种子已经种在你的阿拉野时石铁里头 它就有功用 即使你不再造了 没有不做了 身也不礼拜 口也不成念了 一眼不观想 但是你这个种子还发生作用 这叫无做戒体 所以一做就不用再做 得到这个种子了 这个种子可以帮助你防飞止恶 真的如此 你怎么能检验自己有没有得戒体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是做梦 比如说你在做梦的时候 遇到泛季的因缘 我就试过 我在台湾受争议借 那我相信我是得戒体了 怎么怎么见得呢 晚上做梦的时候 见到一个小女孩 挺可爱的 伸手要摸她 一摸的时候你知道吗 笔球会犯戒的 我在梦中忽然记起来 不行我不能摸 一摸就犯戒 假如你一染无心摸下去 那翻二篇 那颤起来不容易颤 得二十僧给你颤 比丘尼 那如果你一染无心摸异性 或者被异性摸 这个罪度很重 也是二篇 得四十僧 二十比丘 二十比丘尼 给他做 才能掺 所以我在梦中 马上惊醒了 就不敢造 这就是戒体的功用 你看梦中 你其实是 对六一时 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但是在这个八十田中 因为你有这个种子在 它就能防飞止恶 就遮止你犯戒 这就是戒体的功用 你没有受戒 就没有这个功用 就没有这个功德 受了戒才有戒体 不受戒是没有戒体 那只有世间的善法 你也可以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音 不忘 那是世间善法 不是持戒的功德 因为没有戒 哪有持戒的问题 当然也不会犯戒 没有戒 谈不上持 也谈不上犯 那么只是世间善恶而已 但是你有戒体 就因这个戒体 来修行 慢慢能得定 能开智慧 因戒得定 因定开慧 尤其是菩萨 三聚境界的戒体 你依这个戒体 好好地修 一直修下去 最后成佛 成佛所得的戒体 是圆满的戒体 所谓为佛一人持境界 其余皆是破戒人 九法戒当中 菩萨都是破戒人 这是相对佛而言 佛就是持戒持的圆满 没有丝毫的毁犯 那么这个戒体圆满 就叫成佛了 这个成佛的时候 这个戒体 跟你现在刚刚受戒 所得的戒体 就是同一个戒体 只是一个圆满 一个不圆满而已 就像那个月亮 现在刚受戒 是初一的小月牙 成佛的时候 是十五的月亮 但是同样的月亮 而不是两个月亮 偶艺大师 这个注戒里的比喻说 就像一个小太子出生了 刚出生的时候 就像得了个戒体了 小太子的身体 就比喻戒体 这身体呢 有了 开始 一直到他最后长大 成为了国王 同理 这个万民 那么国王这个身体 跟这个太子的身体 是一个身体 那不是两个人呢 那么国王就好比成为了法王 成佛了 那么现在刚刚开始受了戒 叫出发心菩萨 出发心菩萨 他这个戒体 将来成佛还是那个体呀 不是两个体呀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你说你的戒体多么宝贵 所以受了戒之后 要好好的护持 如果不好好护持 就好像这个太子被杀掉 就没命了 身体就没了 那将来也成不了国王 所以戒体一受 就入佛位呀 就好像太子一出生 他就是被尊为万民之上 那么尊贵 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才肯好好的护戒体 那这叫无作 就不用再造作了 就不用天天在受戒 你受了一次就行了 剩下的叫无作 不需要再受戒的造作 那么你得到的戒体 可以防飞之乐 除非你把这戒体破掉 破掉就是犯重解 还有退世菩提心 就破掉了 那什么叫假色呢 无作假色 这个假色 就是讲它是色法 那我们讲色心二法 它是色法 那么这个色法呢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色法 叫做无表色 也叫无作色 也叫无教色 也叫无漏色 什么叫无漏的色呢 就是无漏就是没有烦恼的那个意思 漏就是烦恼 换句话说 这个色法 它能够生起无漏的定会功德 所以称为无漏色法 那么因为它是过去在受戒的时候造作的 而形成了这么个戒体 所以叫过去的假色 就是当我们受戒 刚刚三番结膜完毕 第一刹那 作戒体就泄落了 完成了吗 动作完成 泄落了 第二刹那 无作戒体就生起来了 这无作戒体一生起来 一直到成佛 都不会灭的 就菩萨界的戒体 那么它是属于过去所造作的 所以叫过去假色 那么合在一起 叫无作假色 用为时学来讲 这就是留在阿拉野世里的善法种子 可是这个善法不是普通善法 它是一种很殊胜的 很纯净的善法 纯善无恶 因为你在受戒的当下 你的心至诚恳切 真正发起大波提心 里头没有任何夹杂 你能得这个戒体 这个戒体 纯善 纯善的种子 所以它的功能得用 就非常的殊胜 那么它如果不受戒 不通过你的身口去表现 去造作 就得不到这样的戒体 所以它是色法的意思 就是通过身口二页去造作 去表现 能表现出来的叫色法 它不是一页而已 当然它有利业 是这么个意思 一页是什么 也是重要的 一页是 发起求戒的心 还有原想 使法戒 发起个菩提心 观想 刚才我们讲的 那个怎么观想 假如真正要请 这个 比较内行的戒师来受戒 他一定会 告诉你怎么观想 你拜下去的时候 头不要起来 先观想 他会给你引导 那个功德祥云 怎么样 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样就帮助你得戒体 戒体 受之则有 不受则无 你能坚持 它就越来越坚固 你毁坏了 它就失去了 是这么一个东西 智者大师判这个戒本 菩萨戒本 是以这样的无作假设 就是以这个戒体为题 是从修德而言 那么偶尾大师是以理体一判 诸佛本源心地 实际上两个 一个是从性上讲 一个是从修上讲 一个是从理上讲 一个从事上讲 其实性修不二 理事不二 这样我们就可以源通 古德之间没有矛盾 所以读古大德的诸解 自己也会圆容 不能够说 这偶尾大师讲的 跟智者大师讲的 怎么不一样 各执己见 我要赞成偶尾大师 我赞成天代大师 两个相持不下 其实都没有真正体会 不能够源通的 中间有门户之间 有分歧 有对立 自己不能源解 是这么个问题 真正圆容无碍的人 他没有对立 没有矛盾 所以这是讲到体的问题 贤体就讲到这了 五重悬议 刚才讲了 世明贤体 第二讲明宗 第三明宗 宗就是讲 这一部经修行的宗旨 我们来说明 这部经的宗旨 还有它的去向 合起来叫宗旨 律师说 你修怎么修 修了之后 你能够到什么境界 你的方向目标是哪里 那偶一大师判 此经以佛性因果为重 佛性因果为重 其实佛性非因非果 因果是从事项上讲的 佛性是从理体上讲的 所以这是两个东西 它已经涵开了理和事 为什么说佛性非因非果呢 因为它不涉及修正 不假修正 人人本具 一切众生本来具足 非凭修正 不是说我修了才有佛性 不修就没有佛性 不是 不修也有佛性 阿比地狱的众生也有佛性 具足 跟佛无二 生佛平等 这讲理具 但是从事项上讲 就要讲因果 那么就讲修正 因为讲这个修行的宗旨 就特别强叫修正 以佛性而修 最后要回归此佛性 可是修正当中 就有这些因果的阶梯 此地不同 那么我们讲 最高的最终的一果 就是圆满正的佛性 圆满成佛 妙觉位 这是最终的果 那么我们现在出发心 来受戒 这是初因 刚刚开始的因 我们这个初发心 受戒的因 最后一定能感召 我们圆满成佛的果 因果 那为什么我们初发心 能够初发心 就是因为我们有佛性 以这个性而发心 那为什么我们能成佛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佛性 以这个性而得到这个果 所以因果都不离佛性 那么偶尼大师讲三重因果 讲起来比较复杂 因为实际上 在修正过程中 每一层都是以前面一层为因 后面一层为果 比如我现在出发心来受戒了 这是因 那我去持戒 受了戒戒的持戒 持戒就是果 持这个十重四十八倾的菩萨戒 你不受戒就谈不上持戒 你现在持戒为因 那你就能慢慢地正得法身为果 从此这个 讲起来就是三十心十地的阶梯 这个菩提道次第 三十心十地 十柱十行十回向十地 慢慢地分正 最后到等绝妙绝 圆满这个佛果 那么每一个位次 其实它都有相位 还有本位 相是因 本是果 比如说 这个十心里的初性位 初性相是因 得到初性的本位是果 初性的本位是因 再往上二性的相是果 二性相是因 二性是果 这样层层往上 一次地 前面是因 后面是果 最后终极的果位就是成佛 所以讲本经的宗 就是以佛性因果为宗 那么因果重重无尽 刚才讲了三十心十地 这些位次都是大分 那每一个位次里头 也都是可以分无量 好 这是简单讲讲了 这个民宗 去向的就是最后的涅槃 大涅槃佛果 好 第四讲论用 本经的利用 也叫功德 就是你修学这部经 到底有什么利用 有什么作用 有什么功德 你依这个经来修因 希望挣着那个果 那么修行用功的时候 又会产生什么作用 那么偶一大师判 此经以舍凡入胜为用 这都是依这个经文 上卷的经文讲的 上卷 就是新地品的上卷说 我以百阿僧奇节修行新地 以之为因 出舍凡夫成等证据 这个我就是佛自己讲 这是谁呢 卢舍纳佛 卢舍纳佛对着千世家 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我已经百阿僧奇节 阿僧奇就是无量 无量节乘在城上一百 一百个无量节 修行这个新地 就是朝着佛性的方向修 以这个为因 最初舍了凡夫位 成了等证据 那么这个等证据 就是圆满的成佛 那么所以这个凡位 就不是指凡夫而已 等证据以下的都是指凡位 乃至等诀菩萨还是凡位 对谁而言呢 对那个妙觉位来讲 他是凡位 妙觉是圣位 那么他也有次地 等觉是圣位 那底下的十地菩萨 那是凡位 十地是圣位 九地菩萨是凡位 所以舍了底下的凡 正在上面的圣 就将次地的往上升 那不断的舍凡入圣 舍凡入圣 最后圆满成佛 成为究竟的佛 这个叫成等证据 那我们现在最初 我们现在发心受菩萨戒 那经上讲 若人受佛戒 即入诸佛位了 刚刚受戒的当下 你就入了佛的阴位 那你也是属于舍凡入圣 原来没有受戒 那是凡 现在受了戒了 那么相对那个凡而言 你就是圣 上升了一个台阶了 当然这是最初的 然后次地的往上去修行 每一阶梯都是有因有果 有因有果 舍因位入果位 舍因位入果位 次地往上 实信实行 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 等觉妙节 最后入于圆满 妙节果位 那么这部经 更特别殊胜的地方 就是说 它平等的 一切众生都能受戒 所以经上讲 但解法师与 尽受得戒 皆明第一清净者 但解法师与 就是你只要能了解 这个给你受戒的 教戒法师的言语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或者是 就是他这个经里面举出 黄门奴婢 淫男淫女 畜生 乃至变化人 什么样的众生 有情众生 只要你了解法师的言语 你在这个受了菩萨戒的 法师前受戒 你都能得戒 而且呢 都称为是 第一持戒清净的佛子 因为刚刚得戒 那个戒体是圆满 没有破损 当然一下戒谈开始 可能就开始犯戒了 那就不行了 但是呢 刚刚受的戒 那一刹那 那戒体是没有很清净 没有违反 所以叫第一清净之 那你这个戒体将来就是让你最后转凡入胜 最后正得圆满等正觉的 所以这里头啊 所谓的华言经讲的 次第啊 就是行步不爱圆融 圆融不爱行步 从圆融是讲理体 你所证的就是你那个圆满的清净的戒体 这个戒体就是你的心性 将来成佛 就是这个戒体的圆满 你现在所受戒得到的这个戒体 就是你那个将来成佛圆满戒体的一份 所以叫圆融 就入佛位 但是他又有次第 你还你受了戒者的出发心菩萨 那还要经过三十心十地 整种次第修行 你必须要好好的持戒 所以他这部经很好 就是有行步有圆融 那么这是讲这个 像这个利用 舍烦入圣 那么这里呢 还跟大家呢 提提一些天台的常识 讲了成佛的问题 舍烦入圣的问题 天台里讲六级佛 这个六级 讲六就是什么呢 知道有六种谓次 那你不能说我成佛了 你成什么佛呀 六种佛当中哪一种 你要知道这个次第呢 就不会起高慢的心 那六后面还有极 极就是你就是 虽然是六种佛 但是都是佛 叫你不要自清 自暴自弃 换句话说 你本身就是佛 哪怕是第一种理极佛 众生按这个理体上来讲 那本来就是佛 所以不可以轻视自弃 不可以自暴自弃 不肯修行就是自暴自弃 那么明了自己本来具足佛性 你才肯修行 所以讲这六级 这是跟这个明宗 这个次第有关 所以稍微开解一下 那么理极 就是我们本来具足的佛性 乃至阿比地狱的众生 他也是理极佛 虽然他造恶业 当下还是理极佛 佛性源源满满 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 没有受到丝毫的染污 只是你迷了佛性 你去造那个罪业 但是果报肯定会有 虽然每个人是佛 但是随你所造作的 他就形成果报 因此有六道的果报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学佛了 觉悟了 就是经上讲的 但解法师于 即明第一清净者 这个能够入佛位 这个佛位呀 实际上是讲明字佛 第二种就明字集佛 这也是本经的利用 你看 刚刚解了这个意思了 你就能够入佛的位 你就成为明字佛 明字佛也不简单 欧益大师他自己都说 自己是明字位中真佛也 天台六级佛他只有明字位 观形位都没有 但是他的支箭跟佛一样 所以他敢说自己是真佛也 这种人就是大事大悟 明星见星 教下是大开元解之人 法华经讲 他是真正入佛之间 悟佛之间入佛之间 那么这种人叫明字集佛 虽然他烦恼没有断 甚至可能连福都扶不住 还在起贪臣吃 甚至还可能造撒盗淫的恶业 还会犯戒 但是他的支箭倒是真纯正 他能为人师 他可以指导众生 因为他知道哪个是正 哪个是邪 他讲的没有错 可以做人师 那么这种他就是 第一步舍凡入圣 明字集佛 那么这种境界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只要真正下功夫 在经教上 还要注重自己 既定会的修行 既行并重 用个三五年功夫 是可以达的道路 明字集佛 像欧伊大师那样 24岁 开悟 烦恼没断 没断没关系 他支箭通福 所以他可以注解经典 他可以指导人修行 可是真正开悟的人 他一定是很用功修行 为什么呢 他知道自己真有佛性 所以他就一定要把自己佛性显发出来 那么修行力度强了 功夫深了 就慢慢入观行位 观行几福 那么观行几福 还是凡夫 为什么呢 他这个烦恼还是没有跟断 他只是能扶断 贪嗔痴慢疑 这些见思烦恼 他真正扶住 不再起来了 我们就叫他断 这个断不是跟断 他等于是石头压住 压住 扶住 他不再起来 这种功夫 在念佛法门里面叫功夫成片 观行 那么天台中盼着外凡 还不到内凡 还是凡夫还分内外 这凡夫就是下品 这个凡夫都是觉悟的凡夫 外凡位 那么他的功夫用得很深 就是他开悟了以后 能够念念保持这个觉悟 安住在这个真如本性当中 舍利一切虚妄的分别 二六十中 二六十中观照自己的佛性 每遇一个境界 既空既假既宗 三观俱足 那这个是观照力是很强的 那么念佛的人 其实不光是有念佛的功夫 就能浮望想而已 他也有会力 智慧的力量 他能了达一切法空 换句话说 他不管是事相上面 他还有理上的念 事一心还有理一心 但是功夫还是下品 所以功夫成片的境界 讲持明念佛 有事持有理持 如果没有智慧的 没有这种观照功夫的 那只是事持 就是这句佛号明明不断 叫事持 那如果有这些观照力 你有剥弱的智慧 能够用这个空甲中三观 念念绝照 这个自己的佛性 这个时候就是事 这是理持 那这个智慧远远高过事持的人 但是论功夫来讲 他还是没有断烦恼 所以他仍然是功夫成片的境界 还不到事一心 更不到理一心 那么这种人呢 这了不得了 偶一大师都自己都说 没达到这种境界 谁达到呢 天台智者大师 他说自己是观行为 就无品位的 这种人 但是这个人 我们看的是圣人了 因为他没有烦恼 烦恼他辅助 那么再往上就是相似位 相似极佛 这个相似位 就是六根清净位 真正断烦恼 刚断 见货的 就入初信位 初信位的功夫 从断烦恼的功夫来讲 等同于这个小城的出国 虚脱还国 这是论断烦恼的功夫而言 但是论智慧 那初信位的人远高于小城 不可同日而语了 为什么 因为他早在这个名字位中 已经大赦大悟 更何况他入观行 还有入相似位 就像阿难尊者那样 那他本身这个知见 是跟佛知见一样 之前他是没有断烦恼 所以遇到摩登前女 他险些遭难 可是他知见完全是名字位中人 慢慢可能到观行 最后他挣得出国 愣言会上他挣出国了 挣出国的时候 又相似位 第一个位词 初信 可是那个智慧远高于 那个阿罗汉 阿罗汉的智慧都不如他 这是大成初信位菩萨 真正断见识 最后把见识或全部断尽了 入七信位 出七信位 就等同于阿罗汉的断正功夫 断尽丝烦恼 但是智慧远远高于阿罗汉 这是从原教 藏通别人 四教从原教而已 再往上分正吉佛 第五文字 分正吉佛 这个分正佛 那是真的了 不是假的了 刚才讲的相似佛 实际上还是假佛 为什么呢 还没有真正的 见法身 别教来讲 三十新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三十新的位次 全都是相似为 那么原教来讲呢 十性位全是相似为 那么到了别教的出处 别教的出地和原教的出处 这样的位次 以上才叫分正位 分正吉佛 他是真佛 不是假佛了 他是不仅断了见识烦恼 也断了承杀烦恼 无名烦恼也破了一瓶 正得法身 正得法身 当然无名纷纷破 最后破尽最后一瓶无名 就正得圆满的妙诀位 这个属于分正位 从原出柱 别出地 以上 原教呢 这个出柱等于别教的出地 那么 这个 原教 这个 这个 十柱等于别教十地 那么原教的 十行位 里面的前面二行 等于 别教的 等觉妙觉 二行位 以上 别教就没有 这个位置了 原教三行 四行 以上 就没有了 别教都没有了 只有原教才有 一直到最后 原教 圆满的佛位 最高 那么到最高的 就是第六了 所谓的 就近基佛 那这是圆圆满满 丝毫的 这个 烦恼都没有了 最后一匹 生相无名 都断尽 所以 从这个六基佛当中 我们就可以套刚才的 三十心十地 我们就 把这个 整个天台的 这个 其实我刚才已经 基本讲了 四教仪的大义了 天台四教仪 就是这么一回事 让你知道 每一个位置 它怎么配的 那么 整个这个 饭往菩萨界 都涵盖 从你出发心开始 薄地凡夫出发心 到内凡位 到外凡位 到内凡位 这个到三十心十地 最后等觉妙觉 全部为此 都是三具境界 所摄持 就都离不开三具境界 从出发心 到成等正觉 都是要修这个菩萨 菩萨界 所以华言经上告诉我们 界为无上菩提本 应当一心持境界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这是讲了 论用 五重悬议 世明 遍体 明宗 论用 讲完了 最后讲教相 盼这个教相 教就是教义 那么从 释迦牟尼佛讲的 这个所有的经教当中 祖师大德很有智慧 把他这个 捋出一条 祖线 那么 所谓的天台的四教 显手的五教 他都是 讲这么叛教 那么四教呢 就讲话仪四教 藏通别远 那么 这个 古大德也把佛讲的 这个四十九年的法 分成五十 这五个时段 那么第一个是华言时 主要讲华言经 第二呢 讲阿涵时 小城 第三 讲方等 慢慢进入大城 第四 讲般若 纯粹的大城 别教 最后 法华 涅槃时 那 这是一成大法 那么这五十 我们来看这个 法华 菩萨界 这是属于哪一时 所说的呢 这属于第一时 华言时 说的 五十当中 最最初讲 这个华言时 比喻什么呢 日照高山 日头要起来了 那么高山 是挡住那个日头 所以日先 把高山给照的 比较光 但是你还没看到日头 还被高山挡着 在背后 在比喻第一时 佛最初成道的时候 在大定当中 讲这一部华言经 对着谁讲的呢 四十一位法神大士讲的 凡夫进不了这个境界 在华言大叫 然后第二时呢 这日头就慢慢升起来了 就见照 渐渐就越照越亮 第一 先照幽谷 这个幽谷 就是山坑里头的 那幽谷 那是批语 讲阿寒 阿寒经 这小成经 这些小成圣者 在华言大叫当中 不见不闻 有耳不闻 原顿叫 有眼不见舍那身 他不是这个根性 所以这个大叫啊 没办法对他有利益 所以佛呢 就舍去这个高大之身 就实现人身 穿其比垢之衣 实现老比丘相 在陆野员开始 正式说法 对小成根性的人 讲阿寒 这第二时 这比喻日出转照幽谷 要逐渐逐渐的照 然后再下来呢 照实实 就该吃饭了 像我们早餐 六点 六点钟该吃饭了 这是比喻方等实 那么方等里头呢 是四教并谈的 葬通别源都讲到 在方等经里面呢 佛就呵斥小成 赞叹大成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这些小成圣者 能够回小向大 发大成菩提心 不要安住在这个偏空涅槃当中 这是第三时 叫做这个日出转照于十时 吃饭的时间 再下来转照于狱中 狱中是十点多的时候 这太阳已经在当空 这是比喻在讲波罗经 波罗经 纯粹的大成 好了 最后呢 日头已经升到正空 日正中的时候 正午 普照大地 这比喻讲法华涅槃 法华涅槃是跟一切众生 受祭成佛 所以我们称 成佛的法华 所谓凡有心者 皆当作佛 每个人都成佛 乃至于那个 一禅题 都能成佛的 以前佛讲的一禅题 不能成佛 现在说都能成佛 而且都给受祭 甚至法华经中给 这个提伯达多的受祭 将来都能成佛 这是比喻 就是用这个日光普照大地来比喻 这是五十说法 就用日头 从刚刚起来到日中 日正午 来比喻这五十说法 那么这部经 梵网经 就跟华言经是同时的 那么都同属于顿教 那个阿含方等般若 都属于剑教 就他有这个 像日头似的 出兆 然后正当空 然后最后 这个 就是 一点一点的起来 那么 都属于剑次第的剑教 到了法华涅槃 它不属于顿教 也不属于剑教 也不属于秘密 也不属于不定 这画法四教 顿剑秘密 不定 它都不属于 它叫实教 前面讲的是全教 法华将会三归一 开全显实 换句话说 以前叫方便说 你听不懂吗 就给你讲点方便的话 等你听得懂了 你根性很利了 就给你讲实话 这叫实教 告诉你 每个人本来都能成佛 那么 还有就是 这个 古大德也用 乳酪生疏 熟疏 醍醐 来比喻佛的这个 武食 炖教就好比乳味 乳就牛奶 刚刚那个 从牛奶挤出了奶 这比喻佛所说的 圆顿大教 梵网和华言 都是一样 圆顿大教 顿 所谓的顿 就是叫你 一下能成佛的 就是顿 若人受佛戒 即入诸佛位 你看 这不是顿吗 那么偶一大师 还盼这个 念佛法门 也是顿教 圆顿 念佛时 就是成佛时 这就是圆 顿 圆就是圆圆满满 就成佛 顿就是一下子成佛 念佛就成佛 不念佛就不成佛 顿就是极快速 受饭往菩萨戒也是 受戒当下 即入佛位 不受戒 那就是凡位 所以他俩相通 那么这是比喻乳 就是牛奶 牛奶刚刚煮水 煮了一次 就成为酪 这比喻阿寒 这个味道就 还没那么浓 然后从酪 还生酥 这比喻方等 味道越来越浓 由生酥就生熟酥 这就比喻般若 最后酥酥成为醍醐 就法华涅槃 无上醍醐 通通授祭作佛 所以我们概括起来 这个梵王经 在五位当中属于乳位 在画一四教当中属于顿教 画法四教当中属于别缘 就别中的缘教 缘教 他正属别教 兼为缘教 跟华炎经是一样的 法华经被人家判是纯缘 他是别缘 所以他这里面讲的三十心十地 三贤卫 十圣卫 跟华炎经讲的三贤十圣 都是讲别教的 不是讲缘教 这个就明白了 所以别教的 讲到这个 十柱十行十回相 还没有正的法身 还不属于分正佛 就缘教还都不属于分正佛 到了别教出地 才等同于缘教的出注 才叫分正佛 那么这里就把这个 这个教啊 教相 做了一种判别 大家就有所明白了 那么刚好这时间也到了 我们今天呢 就把整个五重悬疑 给大家就介绍完了 今天讲的是比较深一些 因为讲的都是理性的 从明天开始就讲戒条的部分了 那就是事项上 那事项上就很微细 但是就比较容易理解 可是你的理解必须是基于 今天所讲的新性的基础上 你理解才深刻 那么你的受戒 持戒 都是为了回归你的本源 自信心性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到此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